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总有一天 你要忘了 也要往前走 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溯期 就算有认证无误者 也没有用 我得回他老家 干什么 我要出钱 帮他女儿告他 中点啊 我们是改编不了的 到处终点的路上 我不想让你没有遗憾 可是小薇姐 嗯 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 这么大非愁张吗 谢谢你了 你会不会觉得 做这一切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意义都是相对的 你这么想 你已经决定了 相信你的理解我 我会相信 能帮我收复家命 你知道什么做无常吗 在常与你最受无常 无论你们做得多足够功课 做得多好的准备 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里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你的意愿去找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 是不是给他庆祝生日啊 礼物呢 礼物 礼物没有 请你吃饭行不行 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老朋友 合作伙伴 还是旧情人 你是不是贼心不死 还想来追人家 活着的人 还能追得上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 是因为 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嗯 啊 我承认 我之前 新陈幻想过 以为跟你还有可能 昨天晚上啊 嗯 好像啊 嗯 好像啊 那 看着嫂子呢 怎么可能呢 他在公司加班 你去的公司啊 商场 一个餐厅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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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拿着吃饭 黄女士 是 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 何希 你好 你好 何希啊 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熟粉吧 三毛流浪剂 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 因为有钱分 无人啊 哎 那 早说呀 那 碰到碰上了 那不 叫让他一起一块吃个饭 真的 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 那 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 我跟你朋友 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有机会啊 没有今天可以给大家飞行 你想开哪家呀 啊 要上马 这不晓得理论课才能上飞机 你销售没告诉你吗 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 你告诉我不能飞 二十公斤 这不是自找的吗 二十公斤 怎么办 原来三十公斤呢 我也能取点 大哥 那种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对 我才要锻炼锻炼 下午要吃饭 上午才想起来锻炼 你是觉得来锻炼这几下 能够少几斤肥肉 还是可以让你赠一圈为肚啊 妈妈 嗯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从来都不吼我 不过总感觉 你在套路我 可到底是怎么套路 我又说不上来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呢 你是我生的 我不会的东西 我不要求你会 而我会的东西 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 你才多大呀 就一辈子 太早了吧 我都二十四了 你才二十四 你是想说年轻就无限可能 是吗 对啊 我是想说 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而且还不止一个 恶不饿 是吗 这点我就不吃了 我还得减肥呢 我不好受 点烧口 你是不是在钓鱼之法 你想到 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 了解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 方方面面 要花时间 花精力 去磨合 去试验 就感觉太累了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调 这些过程 干什么呢 你发朋友圈了 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 都会发朋友圈吗 只有金牌的学员会发 哦 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一个 这个送给你 送我的 是 钢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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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